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Jay OK,再来盘后分析 现在有七分钟收盘,今天就做了一个反弹 把前一个交易日的一个高点拿下了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全线都去到了某个级别的一个压力位吧 可以这样讲 QQQ这边的也是到了压力位 我们可以看一下日内 日内这边还算是涨得挺猛的,今天 突破了昨天的高点 然后也过了前天大跌的一个高点 开盘价 OK,那所以现在呢 应该是走一个,我推测他应该是算是15分钟级别的一个反弹 那他反弹到现在这个压力位上不去 然后再跌 或者说反弹到这里上面 再跌都是有可能的,都是正常的啊 因为按照判断这是一个一小时级别的 一个下跌 那所以呢 15分钟的反弹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空军来讲啊 就算弹到这里 也还OK 只要他不是这种 冲上去的话 在空军来讲 还是有机会去做空的 但是我们多空都会讲啊 所以到这个位置 我自己会找一些机会 看看有没有信号去做空 现在这里呢 也会留意有没有信号去做空啊 但是如果在这里 他有做空 有走空 然后来到这些位置 那就掉转了 可能是做多的机会 好像听的比较复杂 但是记得 做多的是15分钟级别的 做空呢 是一小时级别的 所以是不一样的 可能说是短空 然后中多 长就应该 比较难讲 但是长的话 应该还是以多为主 OK 看一下SPY这边 他也是比较强啊 他昨天已经有挑战过 这跟K线的高点了 然后今天又踩了一下 继续上供 很快来到这边的一个高点啊 那同时这边 也是一个压力位 然后呢 在这里上面 也有一些压力 策略跟QQQ 基本上是一样的 15分钟多 一小时级别 空 我看他还是有机会 会有第二脚 第二只脚 下去 或者说 在这里 在下 我看 有第二只脚的几率比较大 OK 然后就罗素 IWM 他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了 这是日线级别 日线 这里 这跟蓝色线的压力位 同时也是这个区间的一个分割点 下面跟上面区间的分割点 所以罗素 如果在这里 之前有抄底的 这里绝对 是一个减仓的 好的位置 因为你不知道他能不能直接冲上去 我不排除他这种可能说 明天继续冲 再踩一踩 再上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是这里有一个 蛮强的压力位置 那不如 降低风险 把部分钱 特别这里破了 或者这里破了 把部分钱先放口袋 然后剩下的就再看情况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这边比特币 今天没有太大变化 就是在这个区间这里横盘 在这里横 但还是在这个30分钟趋势的一个上涨 震荡一个趋势上面 因为他这个压力位也挺重的 我已经减仓三分一 剩下了就不管 其实还是有机会在网上 攻多一关 来这根蓝色 是K线 就是前面的一个压力位吧 这里 这个高点 的压力位 然后就NVIDIA 集体都是这样 因为大盘 几乎也代表了这些股票 他也已经到压力位 而且呢 他还比较靠近 之前一直有说的 四小时级别震荡区的一个下沿 那我自己觉得呢 在这个区间 做空是蛮好的选择 但当然要配合日内一些K线的信号 不能说我一到这里就做空 但是这个位置我会留意 有没有做空的机会 他现在反弹成这样 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了 但一直想这样V反上去的几率 我觉得蛮小的 然后Tesla 没有太多需要讲的 因为盘后他会有一个业绩 看一下什么时候出来吧 我就不等了 录完视频就算 然后业绩出来怎么样 明天再讲 业绩这个东西可上可下 没办法 有技术分析来讲 没办法可以预测 OK 还有这个票 今天一直在关注 今天走得不错 假跌破了一下 然后一整天都在上面 我是想在这些区间这里买了 但他今天还没有给机会 明天我继续留意 OK 那今天应该也差不多了 好像 对 昨天说这几个票都涨得很不错 对 Microsoft 这个 Palo Alto Network 还有Meta 都蛮不错的 但是Meta也是来到这里而已 它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好 那今天先这样了 OK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